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卫 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今天我都不知道放啥了啊 有这个融合杯的录像 有这个玫瑰杯练习录像 当然还有我们的Go Battle League GBL的录像 是吧 这里似乎GBL新出了 可能是目前最热门的 它是相当于是freestyle 但是呢又是完全的一个 你不知道对方选宠的freestyle 一般非官方的freestyle比赛 是能看见对方的六个宠物里面选三个 对方也能看见你是在六个宠物里面选三个 这个GBL是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就是干 好 那在我准备把这每个都沾一点吧 看看啊 希望不要搞得太boring 首先融合杯 我的融合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是吧 昨天晚上我完成了这个Dragonlet lobby 这个线上融合杯的最后一场 然后还没打完 但是我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战绩 我是你们唯一一个六战全胜 以6比0锁定冠军 现在就等其他的小虾小蟹们完成他们的比赛 这个页面就会显示我冠军的消息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 这回咱们看走了眼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Vila Ash也加入了这个turning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作为我的10倍的turning 所以我即使得6比0夺冠 但是也对我的积分的影响是没有的 是我忽略的 然后我真正的那个10倍影响我积分的 那个local那个turning我没有搞好 只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成绩 并列第二 这也使得我的积分没有增长太多 我输给那个还比较有名 叫Notice Buffer 如果你经常看Ken IV的录像的话 他是经常和Ken一起练的 当然我输的也是比较遗憾 几个细节没有处理好 但这都无所谓了 但总之我昨天晚上赢了 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这个turning可不是好玩的 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这个Falaxy 他该是个Ace 我却非常顺利的以3比0拿下了这个Ace 所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反正是对我融合杯的表现是比较满意 虽然我的积分影响不大 我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后 那个以前那种超高的排名 这郑国级的排名是不复存在了 咱们还是稳稳当当的当一个省部级的大佬算了 录像方面融合杯咱就不放了 这种网上非官方的每次各种杯 有个特点就是一旦这个杯结束了 下一个杯开始了 之前的录像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再看融合杯录像的人就很少了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现在最新最流行的GBL 大家看我选宠的方式 感叹号add加3m 这样所有的有两个技能的宠都出现了 这里我推荐大家一个打GBL的一个宠物 推荐两个就是我这里选择商工的两个 一个是我首发的Wigglytuff 还有一个商号的Mailmantle 这两个宠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那个胜率非常的高 很少碰见能够counter他们的 因为现在进入了我现在这样是Rank3的Battle 进入Rank2之后就没有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宠 大部分人选宠都是很正统的 不是什么Altaria 就是Azumario 在什么Busty Gun之类的 还有什么Medicine 是吧 而Wigglytuff 基本上对除了对刚系不行 对其他系 尤其是对格斗系 还有什么Stay By这种恶系 还有什么Medicine 就是这种家伙 他都是非常爽的 打了对方嗷嗷叫 即使碰进了Azumario 咱也不拘 也可以照刚照刚不悟 是吧 好 这个Azumario Ice Bean跟我干 我这些要PlayRuff吗 还是直接呛他 我的PlayRuff在他下一个Ice Bean之前放出来了 还是不错的 他如果不打的话 还是应该很疼的 先打先那是正常伤害 PlayRuff 他挡了 挡了之后咱们就换了 这样下去肯定是打平了 这里又换上了我的Mailmantle Mailmantle做一个刚系 但是他有一个新技能Super Power 靠这个阶段是可以打败别的刚系的 然后他的小招Sandar Shock 然后那个大招又放的比较快 你看对方上的是Ready Steel Ready Steel是一个目前得益于Lokong 新技能是吧 很厉害的一个宠 但是因为我们Mailmantle有Super Power Super Power打出去之后虽然降攻降防 但不要紧 对着这个对着这个Ready Steel 如果你愿意用盾的话 你就只管把Super Power打出去 你即使降了防御 他那个小招打你身上还是不疼不痒 估计打一下还是只掉一滴血 是吧 然后你大招肯定是比他放快的 这个Super Power只要40的能量 是吧 他虽然Lokong攒能量速度比的快点 只是快那么一点点而已 但他的大招最便宜的都要65能量 是吧 好 那我下面应该我已经打掉了他一个盾 是吧 然后他们又来了一个Super Power 估计是他不会挡了 因为我们后面越打越虚 是吧 这Super Power这个威力越来越小 但是其实小也够他喝一壶的 看他如果这个招打过来 我们挡的话是可以是可以把他打死 是吧 但是如果我们不挡的话 那也也可以 我们毕竟已经放了三次 还是两三次Super Power 我们的攻击还是防御都降的比较狠了 这时候就没必要强行刚下去了 是吧 然后我们的Hunter用小招把他干掉就行了 好 他这一个没有盾的两个不论上谁 面对的Hunter你没有盾你还是扛不住的 他上了少 他又要看咱们Shadow Ball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是估计能打75%的血 看看有没有75% 还是我蹦的一下 哇 这不止75% 这打了80%的血 然后再直接上估计 他把他给突袭下去 让他聊拜拜了 然后他这个Mario能量已经浪费在我 我的这个 我的那个Milmantle市场 我多一个盾 取得了 第一场胜利 我这个Rank3的Battle我是用了Premium Pass的 因为我需要TM 用Premium你可以联赢四 不是联赢四场 你一共赢到四场 你就可以得到五张 五张恰奇TM了 这是巨大的诱惑是吧 所以大家看我第二场也连宠都不换 还是用这三个宠 最有把握的 我要保证四场的胜利 拿到那五张TM 记得我们上次在Rank2的时候 因为浪 第一场就浪输了 所以这一次 咱们先不要浪 既然已经是用了 相当于花了钱了 是吧 用了Premium Pass 就一定要保证四场胜利 最好是五场都胜 好 你看这个我说的 反正在我手里特别爽啊 我不是碰见这个Fighting 就是碰见这个什么Duck 从哪儿是Mario咱都可以造打了是吧 好 他没有换的意思了 肯定是被我慢慢的给呛不下去了 是吧 好 如果碰见刚洗了 咱们就换上我们的苗馒头 苗馒头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个人是带了 苗馒头的counter的 就是这个Malichang 但是他很不幸 Malichang直接在我的Wrigly Top面前被消耗掉了 我们肯定是不打了 他已经露出来是Pow Up Punk 他这个肯定还是Pow Up Punk 打不了我多少水 然后他就被我慢慢的变成我们的能量 然后我们的能量在倾斜在下一个宠的身上 我们的Wrigly Top的任务就完成了 下一个宠又是Mario 是吧 咱们给他一个Play Ruff 看他打来的不打 如果不打的话 这个Play Ruff打来的挺疼的 那不是说不痛不痒的 是吧 而且而且 阿祖Mario是想用小招干掉我们的话 他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恰我们的伤害 可不是开玩笑的 是吧 所以这个阿祖Mario是用能量 阿祖Mario感觉我们拉我们的优势就更大了 他简直是绝对的优势 好 这个时候MarioMantle一个Rock Slide 他估计就飞了 我们的Rock Slide肯定比他的Ice Bean放的快 而且他打我们Ice Bean 还是被我们克制的 除非他带海绝Pump 海绝Pump需要7下Bubble 要下面10点5秒才放出来 好 看他几下Bubble了 好像是有7下了吗 感觉有有点像 不过一般Ice Bean的话 一般带海绝Pump都是PlayRough加海绝Pump 所以他放了Ice Bean 我猜到他可能是没有海绝Pump 所以咱就没打 所以他PlayRough也是被我们克制的 但是MarioMantle在Great League还是比较虚的 还是一个PlayRough还是挺疼 但是不管怎么说 咱们两个盾都在 把他这样干掉 最后的巴斯蒂冈来了 好 就是为什么喜欢MarioMantle的原因 你巴斯蒂冈来了 咱们也造打造打 给你一个Super Power 看你挡还是不挡 如果不挡的话肯定打着你嗷嗷叫 蹦的一下子不挡 看这一下子打了60%的血 然后这下子再仗着我们多一个盾 上我们的Hunter结束战斗 他应该是进入了我们的ShadowPunk的范围了 但是巴斯蒂冈很刚 这个血防御力非常高 所以咱们也不确定 不确定的话 就干脆一个ShadowPunk骗盾 再一个 再一个ShadowBall把它给干掉 如果骗盾失败的话 咱们就不停的ShadowPunk 骗盾成功 他的血比较少 好 看这时候有点overkill 有点overkill 但是还是ShadowBall放出来了 叽叽 第二场也拿下了 好 我们看第三场 第三场好像是一个Free Win 咱们就速度快一点 这里想第三的时候忍不住想浪 是吧 但是一上来抓住他鲁卡尤 让他掉线了 这里掉线直接是算负的 你看对方掉线了 我直接算赢 第三人白减一场胜利 第四场就比较关键了 我这里还准备继续浪下去 但也不能完全叫浪 是吧 我这带了三个重 除了Polyreth 可能是排名比较后面 但是Vanosa跟Mailmantle 尤其是Mailmantle 在我的手里是非常好用 对于相当于半浪一下 但是这场的胜利相当关键 如果我赢下来 五张恰击TM就到手 当然如果我输了第五场 赢下来还是可以到手 好 我们的fighting 成功的抓住他的Regi Steel 好 然后他的那个Flash Cannon 是被我们克制的 然后他那个Focus Blast 打我们身上是挣扎伤害 我们的这个Polyreth 那个Dynamic Punch 是六 六九五十四 是六秒钟 一放 是吧 然后他那个马上就就放了 那应该是Flash Cannon 那他Flash Cannon 应该是6.5秒吧 是吧 6.5秒一放 是吧 所以说应该是Flash Cannon 那打到我们身上是被我们克制的 他应该多用 多用个 多用个两 一秒半 是吧 然后放一个这个Focus Blast 他这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Switch 骗了我一个大招 Dynamic Punch 如果我放慢一点 给他一个I's Punch的话 他估计就要哭了 是吧 不过好在他的这个Torji Torji K一直被我锁定了 被我的这个Mailman都锁定了 基本上没得混了 除非他能够用这个A型Power 骗我一个盾 得到这个攻防的二级提升才行 如果不能做到的话 他肯定是GG了 是吧 然后他也咱也不能小看了 他有这个火锡几能 咱们没数他火锡几能 好像是Flame Thrower 55能量 应该是放的没有那么快 我当时这个锁 没有锁的太清楚 应该知道是LH的话 是不用挡的 当然挡一下也可以 我说过这个Mailman都比较脆 即使克制的伤害 这个Charm 打的身上也是挺疼的 大家看他用两个盾 咱们的血还是有点有点虚 是吧 但他用两个盾 他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咱们Rock Slide 放的速度极快 你用两个盾 咱们也可以在你下一个大招之前 再放一个Rock Slide 因为他的Charm 的斩能量的速度 是完全不能和我们相比的 好 这样的话 最后一个是Seva 把我们给打死了之后 那我们只能用 只能用草去对付他了 因为草一个是被他的钢克制 第二个我们的Polyraith Ice Punch 不被克制 但是Dynamic Punch 是被克制的 所以说我们 换上咱的玩上 它是Power Gym 难道他只带了这一个招 是Power Gym是放的很慢的 如果是Fall Play的话 怎么还是有点担心的 是Power Gym的话 我们就放心了 好 给他一个Frenzy Plant 看死了没 直接死了 没有盾 我们也没盾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挡住Flash Cannon 他的Focus Blast 被我们克制的Flash Cannon 打到我们身上是正常伤害 我们只要不死就赢了 如果我们死了的话 还是有点悬 有点悬 不过我们也不算太悬 而且他应该进入了 还是Ice Punch的范围了 是吧 应该是我们的Polyraith 是一个Ice Punch 也能够干掉他 好 没死的话 一个Frenzy Plant就拜拜了 嘿嘿嘿 这下子五个恰吉TM到手了 下一场就是为荣誉而战 争取五战全胜 这里看见没有 恰吉TM可以Clack了 等到第五场打完了 再Clack 然后既然五个恰吉TM都到手了 第五场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 是吧 这里选了一个Ambian 我们这个Ambian 还是DarkPose的Ambian 不是Four Play 因为在野兽飞的时候 这个DarkPose比较好 然后换了一个Magalian 然后MailMantle还是带着了 没有彻底的浪 但是前面两个开始浪了 这个Vanus 没带带了一个Magalian 然后这个Ambian 也不算特别浪吧 也属于是一个 是比较强大的一个宠物 好 对手来了 看看手法Ambian 对这个Sky Armory 我在打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的 但是后来摸理了一下 发现Four Play可以打赢 但是DarkPose是打不赢的 在一个盾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 因为Ambian跟Sky Armory 一般来说一个盾的情况比较少 0盾的情况下 DarkPose是赢的 然后而且Sky Armory 即使他用赢了一个盾 他能赢 但肾的体力也是非常的少 是吧 所以说等于这把我们没用盾 还算是蒙对了 这个Ambian如果是DarkPose的话 打Sky Armory 那就不要用盾 就0盾的时候跟他拼 即使他比例多用一个盾 他也只能显胜 他那点血还是可以成为你第二种 的Energy 当然如果你后面有 宠物被他哈的Counter了 那就麻烦了 即使你多一个盾也打平的 这种情况是很悲剧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可以靠多一个盾 给把不利的对局给翻过来了 那大家都不用盾的情况下 我的DarkPose肯定是比他放的快 咱们的Snow展现量的速度 肯定是比他的L Slash要快的 只不过Snow再造成的伤害 可以忽略不计 对Sky Armory来说 好 这时候他用了一个盾 咱们马上换上Mail Mantle 把它变成能量 同时还骗了他一个大招 是吧 但是这也不能说骗成了 虽然是Not very effective Mail Mantle比较的脆弱 也打了我们不少的血 好的咱们多一个盾的优势 可以占一定的能量 在Mail Mantle身上 看他下一个虫是啥了 他过来 我说过Mail Mantle丢出来 基本上对方是很少有Hot Count的 你看他过来上的是Azu Mario Azu Mario 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血的Mail Mantle 打还是有点头疼的 毕竟他Bubble的伤害是正常的 我们又比较脆 他又比较刚 但我们好在我们这个Rock Slide 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他现在我们的血量 他即使用Ice Beam Play Rough 打我们 我们也是得挡的 然后不挡的话也会死的 但是这里我做出决定是挡 因为我感觉到他应该没有特别好的 对付Mail Mantle的宠物 是吧 因为他否则的话 他就不会上Azu Mario了 他应该是上了一个有Hot Count的话 如果有Medicine之类的话 他肯定会扔出来 所以说我挡了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他Azu Mario给打死 好 最后一滴血 我能用小招干掉他吗 哎呀哎呀哎呀 我那个去 这二只头疼了 这我可以选择不挡 也可以选择挡 实际上我应该选择不挡的 把他Azu Mario变成我的能量 还是比较好 但我感觉到下个宠 应该是怕Mail Mantle 所以我选择挡 然后过来 结果他的下个宠是Artaria 可以见他三个宠 全部是被我的Mail Mantle给克制的 但是我的Mail Mantle 双拳蓝敌四手啊 先吃了Skarmory的一个Sky Attack 然后又跟这个这个 又跟他的Azu Mario 打了个精疲力尽 在面对Skarmory的时候 在面对Artaria的时候 咱们终于没有办法了 而且我们带的最后第三个是个草宠 这玩意就叽叽了 这无论如何是打不赢的 即使我带的是Warnside也是打不赢的 这个没有办法了 好 这时候我想念我的Wigglytuff了 所以说目前来看Wigglytuff和Mail Mantle 我应该在下一个Rank的时候 在Rank4的Battle的时候 还应该尽量多的使用 这两个宠 目前来看对方能带克制他们的是非常少的 像这个玩家里面一般只带了一个 一般大家会带一个刚系克制Wigglytuff 但是Mail Mantle可见 这个玩家三个宠物都不克制Mail Mantle 都是被Mail Mantle压制的 除了Arzumario可以勉强打赢一下以外 另外两个宠物都是被Mail Mantle玩克的 是吧 所以向大家隆重推荐Mail Mantle 然后再推荐一个Wigglytuff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场FreeStyle的比赛 对手就是The Technical Ace 他现在已经进入Ace了 世界排名已经进入了前20还是前30 这里带6个宠是知道的 我这里是5个宠加上阿罗拉的Mail Rock 前面这是第三把 前面两把我们打成1比1平 完全就看首发 如果首发里赢了的话 后面你就能赢 是吧 好 这里好像怎么卡住不动了 前面两场跳过去 咱们关注第三场 好 看看这是不是第三场 这又是第三场 好 我们这里的玄虫 我们首发是阿罗拉的 首发是阿罗拉的Mail Rock 然后二发是Arzumario 三发是Mail Mantle 好 看看对方 他的阵容里面有 他前面喜欢用的有Ready Steel 然后他也有Arzumario 但他技能有Hydro Pump 我的Arzumario是没有Hydro Pump的 然后他第三个手 一般选择Dioxide 来克制我的Mail Mantle 好 这时候我手发又不利了 手发不利 郁闷了 这里我准备 大家看着我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准备骗他一个大招 结果坏人手 你看我本来是点点要换Mail Mantle 结果不小心点了On Club 这个莫名其妙的浪费了我35能量 咱们是非常的郁闷 这时候换上Mail Mantle 然后开始打 他没有浪费能量直接下去了 换成他的Dioxide 我只能用Rockside来打他了 好在Dioxide最近被削弄了一下 他Cycle Boost 以前威力很大 能量很小 现在放不去的时候 是要降攻击力的 要降两极攻击力 跟Overheat 还有大龙系技能 Dryco Meteor 之类的一样 好 他怎么在我身上多占点能量 还是怎么着 小招干的 我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虽然他的Counter 比较克制我 打到我身上乘1.6 但是一 防御型的Dioxide 攻击力比较低 Dioxide 他的Counter是没有Step的 不乘1.2的 所以说咱也不是特别怕 然后这时候在我的Mari Rock上来烧他 但他有Rock Slide 打 实际上是Super Effective 这里咱们如果不打就好了 他应该是秒不了我的 虽然是Super Effective 我说过他的这不乘1.2 而且他本身攻击力就比较低 如果中了一个Rock Slide 应该还剩一点血 然后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Mari Rock 唯一的价值 血量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刚才那个盾打得非常不应该 但唯一的价值就是扔一个Shadow War 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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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软软软软 就换人 他这个Mario还是有一堆能量的 咱们想骗他的一个大招 好像骗成了 当然也不叫骗成了 只要他不是Dragon Pose 那咱们就没有骗成 因为Sky Attack打到我们身上也是很疼的 也是正常伤害的 然后他第三个宠 是Mario 这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第二技能是啥 我只知道一个是海堆胖 但是第二个技能很有可能是Play Rough 是吧 既然第二个技能很有可能是Play Rough 那我就打了呗 这个Play Rough60能量 Hydro Pump75能量 他如果是Play Rough 他肯定是用Play Rough 不存在骗盾的意义 因为他不可能用Hydro Pump打我 如果有Play Rough的话 该党就打 结果发现他真的是Hydro Pump打我 那说明他第二个技能是SB 那这样的下句话咱们心中揽起了希望 咱们只要是把这个Mario给干下去 因为他放大招就比咱们放的慢 咱只要把他干下去 咱们再给他的这个这个龙 那个Ataria一个I-Sbin的话 咱们还是有希望的 然后这里前提是咱们要人骗到他这个大招 看见没骗到了 这有时候为什么我后悔 刚才不应该挡那个Rock Slide 你这血量流着毫无意义 你这时候只要有一丝血能骗到他这个大招 就足够了是吧 他已经进入咱们I-Sbin的范围 即使他换上了Ataria再也无所谓 反正I-Sbin打Ataria更疼更加凶猛 乘以2.56的 结果发现他突然没打死 哎呀我那个去没有打死 这代表他还对着我放了一个Sky Tag 这样我就失败了 如果我把他打在第二个Sky Tag之前 把他给打死了 这把就赢了 如果我不对我的那个不打那个Rock Slide 多留一个吨的话 这把都赢了 我这里唯一的闪光点就是我在准确的时间 换上了我的Mari Rock 吸收了他的一个Hydro Pump 是吧 可惜没有把还是不足以放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I-Sbin 居然没有秒掉没有秒掉这个Ataria 是查那么一点点被到空穴放了一个Sky Tag 非常的遗憾 咱们再次以1比2败在了这个Third Taglico手里 我基本上在Gold Stadium里面 我们两个已经在决赛中遇见三次了 其实第一次在Timeless Cup 我们也是他是全胜 我是三胜一负 然后我们的Fusion龙河杯 我们也是在决赛中相遇 他全胜我三胜一负 现在在Freestyle咱们又在决赛中相遇 他全胜我又是三胜一负 没办法压着我头上的一座大山 当然这把我们是努力过的 我们是努力过的 虽然有失误 但是我们差一点就搬了回来 现在Freestyle反而变得比较重要 因为那个GBL 实际上跟Freestyle是非常接近的 再次向大家推荐喵饱头 然后Weekly Tough也是很爽的 最后给大家奉献一场 和新加坡大佬的玫瑰杯的练习 我首发是Weekly Tough 为什么我想展示一下Weekly Tough 在玫瑰杯的威力 我是非常推荐这个粉红的大球 因为玫瑰杯克制Fairy的一般是钢和火 但是对Weekly Tough来说 钢和火都有一定的毛病 比如说这个Charizard 他打Weekly Tough 千万不要用这个Dragon Claw Dragon Claw打了 实际上大家看到 不掉血 白白的浪费能量 直接Blast Bird 千万不要用Dragon Claw 否则的话 Charizard面对Weekly Tough 用Dragon Claw 是一个比较愚蠢的行为 是吧 本来新加坡大佬 首发有力 结果因为Dragon Claw 造成了他的不幸 好 然后下一个要需要说的Weekly Tough 对Steelix 一般Steelix因为比较肉 血比较厚 又是钢属性 应该是王克Weekly Tough 对吧 实际上不是 因为Steelix的小招 是Dragon tail Dragon tail也是不对Weekly Tough造成任何伤害 所有的龙大仙是要处于2.56的 然后Steelix大招crunch也是被Weekly Tough克制了 也要处于1.6的是吧 所以Steelix必须要用Earthquake 击中Weekly Tough 如果你Earthquake被Weekly Tough挡住了的话 Steelix是打不赢的 所以大家想想多么可怕 一个纤细是能打赢刚系的 刚系打纤细居然还需要那个 要背的要偏蹲才行 可见Weekly Tough的变态之处 如果不是 当然Steelix光是打Weekly Tough是这样 打Kleifer也是一样的 你都需要偏蹲才行 是吧 但是Cleiferball的大招打的Steelix 都是要出1.6 Weekly Tough的I spin 打的Steelix生长是正常伤害 不需要出1.6的 这也是我喜欢Weekly Tough的原因 即使它的排名 排名低于Cleiferball 但是它的ROMO属性 是一个非常好的 因为还有一个可怕的对手 就是Hunter Hunter最近得到了下强 它的Shadowball不再是Legency了 我也搞了一个Shadowball的Hunter 我用了一段时间非常好用 因为Shadowball的Hunter是可以打银钢的 比如说Steelix 甚至大鼻子Properbass 吃一个Shadowball 那都是很疼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个Hunter的Shadowball 却无法奈何Weekly Tough 因为Weekly Tough有Normal属性 是吧 所以说这也是Weekly Tough的一个优势 如果是Cleiferball的话 那个Shadowball会打得非常的疼 基本上要打死的节奏 所以Hunter就有点头疼了 你是带Shadowball呢 还是带Sludge Bomb呢 如果是Sludge Bomb 可以一招秒掉 那是毒攻击 可以秒掉先 但是你带Sludge Bomb 就打平钢了 Sludge Bomb打钢身上是除以2.56的 所以Hunter是非常纠结 一般来说Hunter都会带Shadowball 如果带Shadowball的Hunter 碰见Weekly Tough是打不赢的 ShadowPunkie ShadowClaw 三个轨系招数 在Weekly Tough身上 都是要除以2.56 那不是除以1.6的问题了 这就是Weekly Tough作为一个纤细的可怕之数 毒系的Hunter 如果不带毒招 打平他 Hunter又一般不喜欢带毒招 是吧 然后是刚系的Steelix 那个Crunch Dragontail 这两个技能被Weekly Tough克制 所以不太好打 然后还有一个火系 我没有说是Merry Rock 阿罗拉的Merry Rock 在林顿的情况下 阿罗拉的Merry Rock是险胜 估计只有个位数的去留下 才能险胜Weekly Tough 为什么 一样的Shadowball被克制 是要除以2.56 他只能用Bone Club这个垃圾技能 来伤害Weekly Tough 还有他那个小招File Spin 来伤害Weekly Tough 是吧 所以说 在玫瑰杯里面Weekly Tough 应该是第一纤细 如果你要带Charm 绝对推荐Weekly Tough 那个Claverball 理论上 比Weekly Tough好用 但实际上 没有Weekly Tough 尤其是面对Hunter的时候 Hunter就没有那种纠结了 搞了我现在都有点不想用Hunter 因为我暂定的这个制度里面是 对Weekly Tough是比较无赖的 比较无赖的 因为我带的是Steelix和Charizard 这两个基本上只有Charizard 能够稳定打印 Steelix是有点危险的 所以我一度考虑把Steelix换成大鼻子 所以我后面的 今天之后的练习 我估计主要靠大鼻子试一下看 大鼻子有Rock这个技能 一个是克火 Steelix不克火怕火 而我的正统里整体来说 也没有什么克火的 所以说大鼻子的加入 又可以克火 又可以克仙 这是很好的 但大鼻子的弱点也比较明显 总之是一个偷疼 这个玫瑰杯 我还没有Figout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 我比较有自信的证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